夫妻都学佛 一人修心灵法门 一人杂修 心灵法门同修 怎么样做才能两人学佛 和谐相处互不干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门派当中 虽然我们是彼此尊重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同样是学佛 那也是有的人走这条路 有的人走那条路 因为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能够一起学这个法门 是最好 因为法门跟法门之间 也有好的师父教导 所以有的人就是一看你学其他 他就开始绑佛了 就开始说你的法门不行 要学我的法门 怎么怎么怎么 那开始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了 矛盾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能够让他开悟 大家一起学那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开悟的话 那就没办法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南京菩萨了 南京菩萨 就跟南京菩萨天天求而且 你哪怕我们有个佛友 为了让孩子能够学佛念经 求了三四年 孩子才念经的 对不对 心灵法门同修 为另一人念佛念姐姐咒和心经史 怎么样说更如理呢 就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先生某某某 或者我太太某某某 能够归于我们这个 这个观世音菩萨 归于心灵法门 能够跟我一起共修 希望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法船上修得更好 就这样了 你这个是正法 你不要怕的呀 你跟菩萨讲 直接跟菩萨讲没问题的